当时这个虎爸把两个孩子 统统叫下车 噼里啪啦不断地骂 男童乖乖站着 一句话都不敢坑 而且爸爸的右手 已经握紧拳头 路人看傻眼 两个小朋友当然也吓呆了 爸爸双手插着腰 一直要冲上去 最后真的扣不住了 先往哥哥的左脸揍一拳 接着再朝弟弟的手臂 也挥了一拳 但还没完 最后又往哥哥的右肩 捕揍一拳 一共三拳 拳拳倒肉 这个抱走的爸爸 让民众看不下去 拍下来还po上网络 短短两个小时 就两千多名的网友回应 这起事件是发生 在台中的清水休息站 警方查出两个小朋友 分别是小四和小五 因为在车上大吵 妈妈去上洗手间不在现场 但爸爸一气之下 竟然失控挥拳 教训小孩 看到两个小孩子的脸上 有那个抓伤 就气愤不已 才会出手 动手打他们 目前社会局已经和警方联系 要介入处理 暴走的虎霸 如果涉嫌家暴 有可能会以法送办 却曾伟祥 台中报道